老師 為什麼我的股票操作都不會賺錢 你有學過技術分析嗎 沒有耶 那還要學嗎 不是看到什麼漲就買什麼嗎 難怪你不會賺錢 你知道什麼是123反轉法則 什麼是2B法則嗎 不知道 那你了解什麼是均線大循環嗎 不了解 那你懂什麼是出貨盤的特徵嗎 不懂 你這樣操作當然不順利啊 我知道有一種東西很適合你 那就是 袁老師的技術分析課程 帶你深入淺出一步一步看準趨勢 抓準進出場點 只要三堂課就可以讓你 脫胎換股 什麼我現在就要報名 沒問題 一集來電音樂報名 等你來 逆轉勝哦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古博士袁忠霖 歡迎收看藥理鼓掌 節目開始要請各位同學 各位觀眾 加入我們的LineAd 小老鼠 451 VQ TLY 你加入我們的LineAd 當中呢 會有很多 這個基本面的資訊 還有籌碼的資訊 好 那這個 還沒加入我們YT頻道的各位觀眾呢 我們這個操作呢 是純粹鎖定短線有題材的潛力股 技術操作低進高出 這個樣子的話就不怕盤勢 就是從七八月來這盤勢非常震大 非常厲害 那有很多同學呢 本來想要放久一點呢 結果就變成套牢 所以這個做法呢 短線進出的做法就不怕盤勢上衝下洗 要減少你的負擔 比如說我們操作的這個實力呢 建村三天獲利9% 福育四天獲利10% 雷科六天獲利11% TPK六天獲利17% 那這個就是 雖然是短短的 短短的幾天 短短的幾天 那這個獲利呢也差不多10%左右呢 但是因為來回可以做很多次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你的這個報酬率呢 不見得比你長期 長期報一支股票 這個報酬率還要低 這個就是相當於 那個麻雀戰法 麻雀短線的衝刺 來來回回他衝了好多次 所吃到的食物呢 跟這個 可能跟這個鴿屎呢 他吃一兩次的食物差不多 但是呢 麻雀不會被獵人逮到 這個鴿屎呢 很容易被獵人逮到 所以也就是說 如果說萬一你這個 報久一點呢 很容易被大盤逮到 大盤不小心 一個大幅的回答 你就變成套牢了 好 所以這就非常適合 這個有興趣的 短線操作的這個同學呢 來參加 好 那有興趣的呢 請播 027725 9668 參加這個 單股短波實戰班 如果說你 非常希望自己學的一身功夫 然後進入這個股市叢林 自己可以 應付的話呢 你這個可以來參加我們的 技術分析實戰教學班 我們這個班呢 就是要培養你 然後自己 可以自己選股 自己怎麼看懂趨勢 然後自己可以抓出這個進出場點 那一步一步認識操作的這個訣竅 那邁向這個獲利之路 這個因為有很多同學 他們本身呢 不想要聽名牌 或者是這個 看這個聽消息來做做做股票 所以這個 技術分析實戰教學班 就很適合這些同學 那你不止有魚吃 而且呢 你還學到釣魚的技巧 所以這個這個 技術分析實戰教學班 就很適合這些同學 好 那也是027759668 打這個電話來 參加我們的這個技術分析實戰教學班 好 今天的大盤 上個禮拜五 上個禮拜五 美國四大指數都上漲了0.5%以上 那廢半表現的最好 漲了1.68% 那我們今天的大盤 今天大盤呢 一開盤的是往上 那盤中就是在12點多之前呢 都是在震盪持續在震盪 甚至呢 一度測試了這個支撐點 這個支撐21740這個支撐 一直到 一直到這個12點半左右呢 抱歉 11點半 11點半這個左右呢 正式的突破了均價線 這個時候呢走勢就比較穩健 從此就一路 往上走 這個 這個就是邁向正確的這個 交叉 大盤 突破了這個均價線 所以就一路往上走 一直到最後收盤 漲了90點 都在21850 那今天的這個漲跌加速呢 是 就是非常正常 就是上漲了1200加下跌 477加 正好配合了這個大盤的上漲 這個是 非常這個 正確的一個這個漲跌分布了 那那個成交量稍微小一點 但是 這可能因為是節錢 節錢 的關係 那大家比較保守 而且大家在等待 美國聯準會 那這個禮拜 可能會 調降 這個 調降這個利息 降息 那降息可能會降一馬 因為 美國就業的這個情形 比較衰 這個情形就數字比較 比較差一點 那核心通膨高 所以 聯準會呢 可能稍微會降 降 降 降這個一馬 好 那今天的類股行情呢 呃 電子類股呢 成交 大概只有這個65% 那 AI概念股跟半導理概念股呢 的成交比重呢 都 就降的蠻多的 好 那 就是跑到 這個電子零組件 還有其他電子類 好 那 費者半導體的這個指數呢 我們來看它的這個 這個K線走勢啊 呃 這邊 這邊 形成了這個 坐腰帶線以後呢 的反轉 反轉 之後來到了氣線 碰到的氣線又回檔啊 回檔在這邊 又形成了那個 這個多頭拇指 多頭拇指 現在形成以後呢 持續的往上攻 結果現在這個 來到了月線啊 月線 那如果說這個 未來的這個 股價的 未來的這個 半導體指數呢 會成半導體指數 只要不大幅下跌 那慢慢的呢 再經過兩個禮拜 它就會來扣這個低的指數 這個時候 月線 會 往上翻揚 月線往上翻揚 就可以跟這個 季線 形成黃金交叉 那時候 比較 像樣的 比較大的行情呢 可能就會展開了 那 那輝達 這個股價呢 也是有類似的信心 這邊產生多頭拇指 然後這邊呢 它的月線跟季線 交叉 快要交叉在一起了 所以這個 只要在這個 這橫向整理一段時間呢 這個月線跟季線 就會持續往上 那這個走勢就會比較穩健 三大法人今天 外資賣超了20億 投信買超了25億 那自營商賣超了50億 然後這個期貨空單的部分 今天外資又多空了500口左右 所以來到了32200口左右 現在就是 期貨空單仍然是有322000多口 那因為外資他們也怕這個指數下跌 指數下跌他就可以利用這個空單 的 這個空單 佈局的空單呢 來賺差價 彌補現貨的損失 好 那個 台積電 目前碰到這個季線的這個地方 所以就 持續 橫向整理 這個持續橫向整理 那這個持續橫向整理呢 也就帶動了這個大盤 大盤 目前也是來到 大盤 目前是來到了月線的部分 所以這個指數 那個 我們看這個 月線的部分 月線現在是扣稍微高一點的指數 再經過兩個禮拜的時候呢 月線就會扣低指數 所以這個兩個禮拜以後 那這個只要這個大盤 它的走勢呢 呃 不太差的話呢 這個月線 它就會往上彎 往上上揚 就會往上上揚 然後就會跟這個 季線 形成黃金交叉 那這個時候 比較好的行情就會展開了 好 那這個是去 這個2021年的時候5月 那時候大盤的融資維持率 來到了151 來到低點以後 開始反彈 來到季線 開始整理 整理以後突破 就開始進入 真正的末生段的行情 那我們現在的指數也很像 只是說我們現在是在這個 季線的附近呢 整理比較久一點 整理比較久一點以後呢 那就整理完畢 就會形成了這個月線跟季線的黃金交叉 他就有希望在持續往上走 這個時候 末生段行情呢 就會 比較大幅的展開了 好 那半導體 先進製程的概念股 哇 達星材料 今天又非常非常的強 一馬當先又拉出了漲停板 那我們這個在8月26號 在這個155.5這個地方 155.5這個地方 那時候突破了這個 短期的這個平台 突破以後 開始 開始上漲 然後來到了這個180左右 開始回檔 回檔 呈現橫向整理 結果這幾天呢 又大幅的上漲 非常非常的強 達星材料 那今天上漲又帶動了這個特用化學 這個很多的特用化學股跟著上漲 這個 它的這個走勢呢非常強勁 就是因為之前的這個半導體設備呢 已經都 有題材的半導體設備都已經漲上來 現在輪到這個 這個特用化 特用化學這個材料 半導體設備的材料 那今天它又漲停板 仍然今天這個這個成交量呢 也是非常的漂亮 只有五千多張而已 那這個樣子呢 量價配合得很好 所以還有高價可以繼續往上 好那惠特呢 今天表現的也是非常的強 今天表現也是非常的強 它是這個COAS概念股 還有CPO概念股 那在這邊140的附近呢 整理完畢以後就持續往上攻 今天 盤中又一度拉到漲停板 很可惜尾盤的時候呢 又稍微拉下來 所以只有 這漲了這個6%多 今天收盤的時候來到171 那這個樣子呢 這個量價配合得還算OK 還算OK 那因為它今天是收收紅 那量放大 所以是一個不錯的配合 明天的話 萬一明天如果說是 這個往下收黑 收個中長黑的話呢 那這個樣子就會陷入整理 所以這個明天是一個 蠻關鍵的一個日子 飯權 飯權我們在這個9月2號這邊 140這邊 就跟大家推薦 結果它的股價呢 並沒有一馬當先 就是持續往上走 它反而是回檔整理 往上突破 回檔整理 今天呢又創新高 創新高來到了這個168 創新高來168 所以它這個 因為它所做的是高階電子顯微鏡設備 還有這個 細光偵測定位 細光的這個衰減量測這些 這些都是半導體設備 它所需要的 那今天又創新高 創新高 那股價溫和的放大 所以仍然有高價可以期待 光陽科今天又緩緩的往上漲 我們在之前在這個地方 跟大家推薦 那這波呢 它是緩緩的 稍微漲上來 又回檔整理 這兩天呢又開始動起來 那有希望再突破這個 這波的這個70塊 它如果突破70塊 就會往上持續在進攻 就有希望再來這個測試這個 79塊的這個高點 好 那機械人概念股 台灣精銳 今天又是非常的強 它今天的這個 它是今天是被關緊閉 最後一天 9月16號是今天5分鐘 最後一天 但是照它的走勢這樣子 它被關緊閉 今天最後一天 但是這幾天呢 它仍然不安於事 不安於事的結果呢 它放出來 結果應該沒有多久 又會再被關起來 這時候如果再被關一次的話呢 那時候就是要20分鐘 這個錯一次了 這有可能 因為它這個 這5分鐘的時候 它又持續的這個 大漲 那大家都沒有預料到 大家都想說 可能是索羅門是股價最高的 索羅門 羅森 這兩三百塊 可能是最高的 沒想到台灣精銳 從307開始 但是飆漲了一倍 一倍 來到了760 764 因為它的獲利真的是很好 上半年賺了8.2 全年可能會賺大概20塊 所以20塊 這個764呢 本益比大概升了幾倍 所以還可以接受 好 龍澤科今天也大漲 今天大漲 那它的這個股價呢 之前是在這個 這個區間呢 我們說它這個 整理區間形成兩個這個 晚行底 晚行底 然後這個 中段整理以後 形成兩個晚行底 結果就突破以後 突破 那形成相形整理 又再繼續突破 非常非常漂亮 那這個整個 這個技術都非常漂亮 今天量也放大 量放大 股價大漲 所以有這個 應該是還有這個高價 會繼續往上衝高 好 那盟利呢 現在的股價就處於在這個 對稱三角形的中間 目前持續在這個對稱三角形 那這個 如果說它可以突破這個 下降趨勢線的話呢 那表示說 它會有新的一段的 這個行情出來 它的題材很多了 就是 等待 逐利哪一天 哪一天這個 它往上做 突破了這個 下降趨勢線的時候呢 就有另外一段出來 那經典就是 今天又小幅的這個整理一下 目前仍然是在這個 就是這邊 這邊創了短期新高 橫向整理 那它的獲利非常非常好 上半年賺了12塊 全年呢 所以應該會有 大概有25塊 這麼多 25塊 那這個 照股價360幾呢 它的本益比非常低 大概不到15倍 所以這個是一個這個 低本益比的這個股票 所以仍然有機會持續在走高 甚至在創了這個 400塊這個高點 好 那 我們這個 短線的強勢股呢 我們賣也不賺 還沒有 這個掃描我們的QR Code 趕快掃描 加入我們 那你就會獲得很多的潛力黑馬股 六方科今天稍微整理一下 他已經創了這個新高 從短短的期間內 已經是大漲了一倍 大漲了一倍 今天又 今天還是在這個五分鐘的這個人工撮合 被關緊閉 要關到9月23號 所以目前呢 就是進入了這個整理階段 那大概的可能情形就是在240到這個 在215之間做相形整理 那這個整理 等到他這個9月23號 9月23號放出來以後呢 應該那時候又可以 變成一尾活龍 一尾活龍 好 全益星 這個上禮拜五 創了新高 突破橫向景創了新高 那今天呢 稍微小幅拉回 小幅拉回 量有說 所以這個量價配合的 還蠻適切的 還蠻適當的 所以這個再整理一下呢 仍然可以有這個 往上再繼續創這個高點 好 那細微呢 就是突破 之前呢 來到這個532 這個高點呢 那目前在整理 只要整理呢 不跌破了這個515這邊的相形 整理的這個上限的話呢 仍然有高價可以期待 啊 軍心KY呢 是這個 上禮拜五 創了這個新高 創了新高 今天創高後拉回 還好 拉回的這個幅度沒有很深 表示說 哎 主力可能有在這個刻意的在撐盤 要不然 如果說這個 隔日沖把它殺下來的時候呢 殺個這個半支停盤的話 那這個這個就會 K線的形態就會變成很難看 那那個時候可能會形成了這個烏雲罩頂啊 那這個時候就會整理期間就會加長 好 那今天還不錯啊 今天的這個小小的這個拉回而已 所以這個在這邊整理一下呢 仍然可以持續再走高的啊 啊 精湛啊 今天非常非常的強啊 那今天又拉上掌勤板啊 那他的這個 呃 題材呢是AI檢測的新技術啊 一分鐘可以檢測 1萬顆的這個晶片啊 所以這個 呃非常非常厲害的這個技術啊 那這個 所以今天又拉出了這個長紅 拉出了這個掌勤板啊 突破相形整理又拉出掌勤板 所以這個量價配合的非常的好啊 那所以仍然有高價可以期待啊 好 那TPK 啊 陳宏 那今天又小小的這個持續往上啊 那目前就是持續的每天 小漲小漲啊 啊 因為他量呢 仍然是非常的溫和 大概只有不到1萬張啊 所以 等到哪一天他的量如果 來到了1萬多張2萬張的時候 那個那個就是一個 呃 比較大的一個攻擊訊號啊 目前 仍然是持續的小小的往上的 緩緩的漲啊 啊 那亞太呢 呃上禮拜五 呃 比较不適向的這個隔日沖 一開盤的時候就掛那麼低啊 一開盤的時候 就比這個上禮拜 跌了兩塊啊 掛那麼跌了兩塊 結果呢 把這個整個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開盤的這個氣氛 就就就破壞了啊 所以 一開盤就跌了兩塊 就注定說今天要 呃 陷入整理啊 所以 呃 這個 亞太他這個 這個 上禮拜五長紅以後 今天 呃 這個拉回來整理啊 所以 目前這個樣子看起來呢 他要整理時間就要稍微久一點啊 好 那自茂 呃 上禮拜也是創了這個短期新高啊 然後今天呢 又小幅的拉回啊 這個小幅拉回整理以後呢 仍然有機會在持續再往上走高啊 好 那穆德啊 他我們這個是一個比較長線看好的啊 因為他是 六月光 有這個持股穆德大概23% 他第一大股東啊 那 那 月光要採購的這個 呃 設備基台呢 也上半年已經有20台了啊 那那下半年可能陸陸續續又會採購 所以對 呃 穆德來講呢 他下半年的營收也會成長 明年的營收也會成長啊 這個都是大幅的成長啊 所以這個對他的這個大幅成長來看呢 他的這個 呃 今年的美股盈余估啊 今年美股盈余估呢 仍然是呃 有可能達到美股10元的這個 美股盈余的這個 呃 的盈余啊 所以 今年美股是盈余啊 明年的話呢 就有可能來到20塊 甚至30塊啊 所以這個中長期來講 這個穆德 穆德的這個 呃 這個股價潛力呢 中長期就非常看好啊 好 那因為下半年盈余會大爆發啊 好 那鴻鴻隔啊 他是我們是在9月21 9月2號 9月2號在這邊啊 呃 61.7 那呃 買進以後呢 稍微整理整理 今天又呃 突破了這個 相信整理啊 往上創高 呃 盤中很強喔 來到了這個掌停板 但收盤的時候呢 就拉回啊 啊 目前已經創了這個短期新高 成交量也放大啊 所以這個有這個股價 能來有高價可以攜帶啊 那低化成啊 低化成是這個我們在前幾天 在這個地方推薦啊 推薦的結果呢 呃 橫向整理啊 短期回檔啊 今天拉著長紅 那表示說 哎 他這個股價呢 可能又開始動起來啊 因為他上半年賺了3.3元 是不錯的啊 那全年可能會賺67塊 67塊 如果用這個104的股價來看呢 他的本益比非常低喔 大概十五六倍而已喔 所以 這個股價呢 仍然有機會持續再走高啊 好 那鄭達 那個 他這個 現在是 跨入了面板級 的散述型封裝喔 所以 目前在這個地方 再整理一下呢 有機會 再突破 前一波的三四三喔 整理 因為他的股價呢 一向是很活潑的喔 那只要一動起來呢 大概這個動起來都很有機會再持續走高啊 好 那伊特 他 我們上禮拜五的時候說 他 創了這個新高喔 那今天呢 又小幅的 小幅的再整理一下喔 跌了三塊 那個 沒有受到這個葛日聰影響大幅的拉回啊 所以短線的這個盤勢呢 還算是蠻強的喔 今天只有小幅拉回三塊喔 所以 在這邊整理一下 仍然可以持續走高喔 好 那新的Lanabe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 那群店喔 他上半年賺了幾乎賺了四塊喔 所以現在的本益比來看呢 不到 全年可以賺到八塊以上喔 所以他現在本益比 可能就只有大概十五倍而已喔 非常非常好的一個這個低 就是低本益比的股票喔 今天一根長紅突破 突破下降趨勢線喔 所以 仍然有高價可以期待喔 他是做這個 這個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然後現在跨入伺服器啊 遊戲機安控無人機這些的體材喔 好 那突破下降趨勢線 所以 有機會持續 再往上走高喔 耐創科技 耐創科技他是這個 MICROLED的這個概念股喔 然後他的 他是COC喔 晶片窄版喔 他的這個 產品呢 包括高均勻性的 這個雷晶片 MICROLED的晶片 巨量移轉喔 這些的這個技術喔 突破下降趨勢線 今天拉出長紅喔 那下半年業績會持續的好喔 所以現在呢 應該相對的 他只是突破了這個短期的這個高點 仍然有高價可以期待喔 SIM PRO 他是專業的影像技術系統整合喔 他有做這個網路攝影機 隨身式的這個監控錄影機 行車監控錄影機喔 那目前這個股價呢 在6月多的時候 曾經大漲一陣喔 後來回檔 回檔 然後現在呢 已經呈現了這個 整理的差不多了喔 現在又突破這個 短線突破這個整理平台 所以有希望呢 持續再走高喔 好那 挑選好的股票 挑對進場的時機 就可以獲得比較高的利潤喔 那如果對單股短播實戰班 有興趣的這個各位同學呢 可以播02-775-9668 來參加我們的這個 短線操作的 單股短播實戰班 好 那那個還沒加入我們的LINE 這個各位同學呢 請趕快加入 你可以獲得第一手的 這個籌碼的資訊 基本面的資訊 好我們這個 要你鼓掌 明天見 拜拜 我們還能不能再見面